编师傅介绍,今年1月份,她母亲因为右下肢疼痛,到诸济市人民医院住院接受治疗 入院诊断写道,右下肢动脉硬化避色半坏区 编师傅说,住院期间,她母亲接受了右下肢动脉造影支架植入手术 医药费总额49,000多,个人支付21,000多 医生说是年纪大了,血管堵住了,是这样说的 编师傅的母亲,第二次入院是5月6号,入院情况写道 右族前组长发黑坏死,编师傅说5月22号母亲出院 几天后状态没有好转,她在6月3号再次带老人到医院要求住院 编师傅告诉记者,这次的出院时间是6月9号,出院原因是没钱负担医药费了,她表示 这跟住院时部分费用没有报销有关 编师傅的母亲6月15号去世,中年92岁 编师傅表示,母亲在接受手术后病情仍没有好转 不过毕竟90多岁高龄,这一点她也能理解,只是老人最后一次入院时所经历的情况,她希望院方能有个说法 编师傅在记者找到医院行政楼,医院总值班对编师傅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记录 后来有工作人员出面跟记者进行了沟通,表示需要对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后,再确定回复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就该患者在我院的一个住院就医情况呢,包括我们的医保的一个政策实施 以及我们医生医德医疯等方面的情况,我们医院已经成立了相应的调查组进行了调查 那么并且也已经接受了我们患者的一个现场的投诉 那么会根据他的情况呢,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188黄剑记者报道